好,那剛剛的這個B-TREAT有一個變形 叫做B-Plus-TREAT 那剛剛的這個B-TREAT就是我們的資料也會這樣放在內部的點 也會放在下方的地方後會放 那可是這樣的話就是如果你想要把所有的資料都拿出來看 不太方便 那所以呢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B-TREAT是B-TREAT的一個變形 那剛才的資料就是我們會放在internal node 放在internal node 那這個時候就是你的資料就是 你要全部都拿出來看的時候 你要縮遍所有的這個點 那不太方便 那這個B-Plus-TREAT呢 它把所有的資料都放在internal node 那internal node它只放index 就放它的指標 還有分界點 好,所以下面這個是一個B-Plus-TREAT 這個下方這個比較長的 這個才是真正我們的data node 它放的是我們的真正的資料 然後比如說這個裡面放的是2546的資料 然後12、16、18 這樣的資料 那內部的這些點 就放一些指標 就看一下說 你這個A這個20到40 那20的左邊指到B 20到40之間 左邊指到這個C 那另外這個20跟40 就等於我們的分界點 跟前面剛剛的這個B-TREAT是類似的 它這個分界點 所以我們現在要搜尋資料 假設你想要找35它有沒有在裡面 那35連就是在20到40之間 所以我們就走這個下來 然後35連在這個35的右邊 我們就走這個下來 那這裡面呢 是我們到達我們的external node 那這個external node 這邊沒有35 所以它就停在裡面 好,再下來 我們的這個Data node 還利用這個linked list把它串起來 就是這個是一個Node 這是一個Node 兩者之間還有一個雙向的linked list 把它串起來 所以2,4,6 如果你的6想要找下一筆資料 那我們知道下一筆資料就等於12 所以不用再從我開始找 你在這邊就馬上可以知道說 6的下一個就等於12 馬上就知道 那同樣的這個12的前一個就等於6 所以你想要找下一個 那用這個linked list就非常方便 好,所以就是 簡單講就是 這個跟vc最大不一樣 就是你把資料 它把資料放在external node的地方 然後external node 用一個doublelinked list把它串起來 那這樣你要找下一筆或前一筆 就比較容易 好,再過來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今天這個vc原來長的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加入一個14 那一樣,你要找一個14的位置 比這個20還要小 所以往這邊跑 比這個10還要大 所以往這裡跑 這裡要放14 這裡要放14 那我們現在假設 每一個external node 它只能放3米資料 不能放4米資料 只能放3米 那你這個14放進去的話 當然就滿了 那滿的非常簡單 splay 所以就是 跟剛我們的vc非常類似 就是把它splay的 把這一個點 把它變成兩個點 所以14就放進來 那14放進來的時候 對於我們的parent來講的話 你要多一個分界點 所以就把這兩個裡面的中間那一個 16拿到這邊來做分界點 那這樣就完成了 下一次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次這個更複雜 我們要把86放進來 那86應該放在什麼地方 好 那我們看到 這個86放在這邊的話 這個已經滿了 已經滿了 那已經滿了怎麼辦呢 就要再把它splay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做splay 所以就是要把這個點 把它分成兩個點 可是分成兩個點的時候 我們這個 在這個vc這邊 這邊是三條路 三條路 最後三條路 那這個已經滿了 你要把中間的這個提升做 你的parent的分界點 但是這個parent這個已經滿了 那怎麼辦 就再把它splay 所以在往上splay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splay的一個結果 首先是這個86放進來的 然後它splay的變成兩個點 然後同時呢 把這個資料的中間的一個84 提升到它的pad作為分界點 84提上來 那84提上來的時候 因為你的這個pad也滿了 這邊84提上來 那這個也滿了 那怎麼辦呢 就把這個也是把它splay 把七十八支這個 八十八支把它splay 就變成這三條路 就把它splay 好 那這個splay之後呢 因為你這邊是有splay 那你的左邊相對應 你這邊有splay 你的高度就長高一層 你這邊高度長高一層 那你左邊這個相對應這邊也要splay 就從這邊來 那這樣的話使得你的左右的高度就一樣 因為splay之後 你的這個地方長高一層 所以你這邊相對應的這邊也做一個splay 讓你的這個高度就一樣 好再過來我們再看下面的這個相反的動作是delete 那假設我們原來去是長這樣一個的情況 我們要s除 那 假設今天我們要s除這個71要s 在這邊刪掉 那這個 這個刪掉的時候 假設 像我們這邊刪掉 我們也假設 每一個點 它能夠存放兩筆資料 到三筆之間 那現在這個71被刪掉 就 這邊的資料太少了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是 做一個這個 借用 做一個借用 借用本是等於旋轉一樣 所以呢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這裡面 右邊的這個 八層然後轉一個過來 到這邊 那你轉過來說 一樣 你要看一下你的這個parent 分界點要修改 所以這個brother這個動作 其實跟那個旋轉式效果是差不多的 就是從右邊 把80拿過來 然後你要記得你的parent的分界點也改了 這個也是變成82人 好再過來就是下面這個範例 我們在這個地方 再度的把80刪掉 這個80要刪掉 那80刪掉的話 這個沒得借了 右邊沒得借了 這個80被刪掉 那右邊沒得借的話 那我們就把 這個點 我們就把它合併在一起 這個就把合併在一起 好 那我們這個 記得在合併的時候 你不用從你的parent把資料抓下來 因為parent它只是分界點而已 它不是實際的資料 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幾個合併在一起 那合併之後呢 你的parent這個82自然就不需要了 它不再是一個分界點 我就直接拿掉 所以這個就把它合在一起 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好 那你的82這裡 它就 就別拿掉 跟人家一起 好那再下來這個是 欸 就 這個 稍微複散一點點的 齁 這個32要被刪掉 好 這個32要被刪掉 那這個32變三界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齁 這邊也沒有戒了齁 沒有戒 那後來我們也是要把合併在一起 那我們可以看到齁 這邊這個合併齁 再來是分界點 那你被刪掉之後呢 這個C就變成空的 齁 我們本來不應該是空的齁 那這邊被刪掉之後呢 這個C就變成空的 那我們再看下一步齁 這個 這個狀況就是 這邊C是變成空的 那這個變成空的話 我們就 類似選擇的概念齁 也是把一個東西把它轉過來 因為你既然是空的齁 那我們就從你的左邊這邊有突破的 我們就轉一個過來齁 所以轉過來之後呢 你的這個16 就上去了 20就下來了齁 就變成那個情況 那所以使得你這個C啊 這邊就不再是空的 那這邊有個20 然後呢 你把它的左右兩邊的這個小孩 把它掛上來 所以旋轉之後一樣齁 這個in order齁 要記得永遠一件事 你的in order是空變的 那所以呢 你就是把它再把它掛上來 就OK了 好 這個32變三掉了 再看一個齁 再看一個齁 看一個這個範例 就是這個boss又會被傷掉 好 那一樣齁 你把這三個把它和平在一起 就是把和平在一起 那和平之後齁 你這個boss齁 它就不再不是分界裡面了 這邊就變成空了 像這個情況變成空了 那變成空的話 我們再看下一邊的情況 變成空的話你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也免得接齁 免得旋轉齁 這個量是空的 免得旋轉 所以呢 我們這個parent 還要再度的和平 好 所以就是 你要把這個利奧齁 把它和平在一起齁 這邊就變成嗎 和平在一起 那和平之後呢 就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你和平之後 你的這個70 80 就變成一個點 所以你的這個 就變成空了齁 就變成這個圖形 變成空了 那變成空的話 我們從左邊這邊來看的話 既然這邊是變成空的 我們就把這兩個和平在一起 就和平在一起 好 那這個動作 就跟剛剛前面那個 往上增高的一個動作 相反的動作齁 這個就是 合併的一個情況 來 我們這個課終於就上完了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 這個 資料成功的課程